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 昨天先后来到山西省大同市和河北省晴王岛市 考察煤炭生产和电煤供应情况 在专机上 胡锦涛摊开地图 统培董考察的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一起研究灾情 商量对策 他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务必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采取更加有利的措施 全力保证经济平稳正常运行 全力保证群众的生产生活 当务之急是要千方百计恢复交通运输通畅 千方百计恢复电力正常供应 在保证电煤供应方面 胡锦涛强调 要切实组织好煤炭生产 努力增加电煤产量 切实加强电煤运输组织 全力保证骨干电厂的煤炭供应 切实把安全生产放在第一位 严密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 胡锦涛冒着零下二十多度的严寒 来到大同煤矿集团大唐塔山煤矿有限公司 得知这个煤矿的干部职工坚守岗位 加班加点 使全矿保持了正常生产 胡锦涛十分赞许 总书记乘坐井下矿工专用车 通过八公里长的航道 来到四百多米深的矿井下 胡锦涛走到正在紧张作业的矿工们中间 同大家亲切握手 矿井里的气氛顿时 热烈起来 总书记对大家说 灾区需要煤 电厂需要煤 有了煤才能够发电 有了电 灾区的人民群中 才能够尽早地恢复正常生产生产 因此中央希望我们煤炭战线的广大职工 要发扬特别能战斗的精神 和一方友们发尚自然的好的成果 希望同志们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 多采煤 多供煤 为缓解当前煤炭供应的紧张局面 为保证国家经济社会的正常运行 为广大人民群中能过一个 欢乐享和的村子 做出更大的贡献 确保电煤供应运输是重中之重 在大清铁路湖东站 胡锦涛来到这里考察抢运电煤的情况 在行车监控室 胡锦涛向正在这里工作的铁路员工 了解电煤运输情况 他说 现在南方灾区灾情仍然是很严重 保障煤炭的供应 特别是保障电煤的供应 任务是很艰巨 希望同志们相应重要的号召 要尽最大的努力 科学调动 拉去潜力 增加运量 保证安全 为打好电煤强人的 关键的一张 做出更大的贡献 在大同期间 胡锦涛总书记还主持召开座谈会 与大同煤矿集团太原铁路局 有关负责同志 贡商电煤生产运输大计 31号下午 胡锦涛专程来到秦皇岛港 在煤码头五七工程的堆煤厂 煤炭专用博位和中控室 他一边看一边问 深入了解港口的电煤转运情况 希望大家要搞好货源的闲击 加强装备的维护管理 提高装协的效应 努力完成强热煤炭的任务 使得我们灾区能够实断 保证他们的电力的政党共有 为夺取抗灾就灾的全民胜利 做出更大的贡献